火箭初步构架,起了14加2的大名单,而根据媒体的报道,火箭很可能会以14人大名单开启常规赛,这让人有些惋惜。 尼克扬和克劳福的这样的球员,甚至有改变比赛走向的能力,用一份笔心拿下冲到备胎,按理说,十分划算的买卖,在莫雷却考虑的更为全面和长远。 这四个原因就是关键,首先,这两人都是老将,最低的薪水也是240万美元,这本身并不贵,但如果要叠加在火箭的总薪水上,就会制造大麻烦。 算上奢侈税可能要付出几倍于金水的代价,当然,火箭手上还有一个中产特例可以动用,但那样就会锁死球队中期的运作空间,火箭连几十万美元的卡伯克洛都没留下,自然不想多花冤望钱。 七次,这两人不是火箭急需的类型,火箭现在需要的是防守型特异,这两人是典型的攻强手弱,火箭无需的增加防守漏洞了。 另外,这两人环都喜欢持球攻,喜欢打乱战,有点神经刀,火箭的进攻由灯泡数理,打得很成体系,更需要擅长打无需的球员,防守形虫之设,进攻自成一派,能够带来的帮助很有限。 尼克洋和克洋的性格,有可能成为,破坏更衣是氛围的不确定因素,德安东尼在胡人时期便和尼克洋有过合作,杨少霞曾被队友孤立,他一些过火的玩笑常常让队友难以接受,克劳福德表面上太性格温和,但就在上赛季,他还在比赛中和保罗发生过冲突,火箭冲冠最需要的就是团结,这两人有些毒。 火箭是要保障杰拉贝格林的利益,格林与这两人的位置和功能都类似,但是格林对火箭很重要,上赛季,格林通过出色的表现打出了身价,但今年夏天他放弃了别队的高兴摇曳,仅一笔星合同回归火箭,非常让人感动,德安东尼不爱使用太多的轮换球员,因此不牵这两人也可以多给格林一些表现的机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